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收到封面云系通过台湾北方海面的影响 今天在清晨的时候 有一波前云的云系通过北部地区 导致北部地区都有一些短暂正雨的情况发生 不过还好的是 这波封面云系主体并没有通过台湾 所以只是一些冷心的短暂正雨 而且随着云系逐渐的远离之后 各地天气也恢复稳定了 预警的明天的天气状况会比今天 再更温暖再更晴朗稳定一些 风场是属于偏南风到西南风 除了东北部地区云量比较多 有一些短暂正雨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而且中午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3度 34度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从事农事活动 务必多加补充水分小心中暑了 那么另外今天要提醒大家的小提名 是目前从5月开始 其实就是秋刀雨季的开始了 那么这个渔委会渔业署 也建议大家提醒大家有这个规定 就是从事中秋刀雨的鱼绕作业 各个秋刀雨的渔船 单船的配额是1800公顿 而且是含纸箱的毛重 所以提醒大家务必要遵守这个规定 那么另外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 这个人力恐怕会有一些短缺的状况 所以渔业署也首次开放了 返台渔工有延长聘用期转换雇主 而且在完成检疫之后呢 补充人力后 5月就可以随着秋刀雨船出港 进行捕捞的作业了 好那么在接下来天气呢 刚刚提过了 从明天开始就会恢复稳定的好天气 好天气可以一直持续到礼拜天的白天 礼拜天的晚上会有一波新的蜂蜜云系通过 所以现在看起来礼拜天的晚上到礼拜一 礼拜二各地又要来到比较不稳定的天气状况了 来看一下明天后天呢 其实除了东半部地区还有一些零星阵雨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好天气 刚刚提过了下一波 封面云系呢会在礼拜天的晚上逐渐通过 台湾是全台各地都有机会出现一些阵雨 不过零点天气至少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二左右 所以接下来这几天呢 除了在东半部地区有一些阵雨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好天气 但是呢在礼拜天晚上到礼拜一呢 封面通过之后就是各地就有机会出现阵雨了 而且是有机会出现短时间的强降雨的 现在看起来呢 礼拜天晚上报道的这一波封面呢 会是现在看起来比较完整的一波封面云系 所以提醒大家务必要多加提前做好一些准备 有机会出现比较大的阵雨 地外地区呢更要多加注意排水的问题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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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